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2015年年底遇到人生最大考验 我几乎是什么都不能做的 然后每天在家里哭 晚上吃安眠药睡觉 两个小时就要醒来一次 吃再多的安眠药也是两个小时醒来一次 所以我几乎是有半年是走不出来的 大概是大概都躲在家里 阿公阿嬷 喂 来吃饭阿嬷 走平衡部 2016年政府在推动 长者动健康的活动 那经过两个月的吃免费课程 本来睡不着了睡得着了 本来不会瘤患的瘤患的 本来不太会走路的 会走路的 发现到我那边睡得着 半年的运动课程下来 忧郁症心理好起来了 这个课程这么好 不能停 我们就自己请老师 所以我就要拼命去学习 来 第三题 就到外面的中华民国运动学会 中华民国有氧学会 平衡防别 然后永骨健身操 提示能检测 只要有课程 他就去考 我最近一路一路走 往冻健康 往冻健康 然后再往延缓失能 他为了要做长照这个区块 他就一个一个去把证照考出来 了解所有的东西之后 再参加我们那个词院的 延缓失智的课程 学习这个什么是家属照顾 什么是认知障碍 一路上走过来都是边走边学习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走出我自己的人生 然后有这么多的学员 跟我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我们一起成长 把自己健康老化 我们健康老化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做更多福利众生的事情